你不主張重啟服貌 你不主張重啟和事 那你就必須要去面對 它有一個潛在的衝突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去 給自己甚至是給大眾人 一個好的交代的話 那確實當然大家可能會有質疑說 你是不是某種程度上 遠離了當時的一些價值跟理念 但我覺得最終 還是要看他是否能夠 首為之地面對過去的與現在的自己 就是這個太陽花運動發生十年之後 整體的政經結構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那馬政府當年是把台灣鎖盡一中 那企圖透過這個服貌協議 從經濟開始 然後慢慢步入到政治的談判 那他們原本的目標就是希望 走向一個兩岸統一的中局 那現在當然因為太陽花運動 這個當初擋下服貌 所以連帶的也把後面的整個 兩岸的這個政治談判的進程給阻斷 所以對台灣來講我覺得是一個 翻轉台灣在地緣政治上面 轉角色一個很關鍵的運動 括手